台中部透过隶属拉大校友总会的信托基金会 拨款3000万令吉给拉曼大学学院 让马华不断质疑是否可靠可行 台中部长林冠英昨晚连同拉大校友总会会长 拿督叶国皇 做客本台新闻直播现场时就透露 已经成立五人小组 专注处理拨款给学生付福利事宜 如果六个月内做不好 他愿意退位让闲 林冠英也透露 只要马华主动要求商谈拨款事宜 财政部愿意考虑会谈 拉曼大学学院拨款风波不断 马华质疑财政部 为何要透过拉大校友总会成立的信托基金会 才能拨款3000万令吉给拉曼 更质疑校友总会没有能力 拉大校友总会会长叶国皇 昨晚和财政部长林冠英亲临本台 接受新闻直播专访时透露 校友会昨天校午开会之后 已经成立由他和熟理总会长拿督曾华健 一名财政部代表 以及资深律师所组成的五人小组 来管理政府拨款 主要专注于学生福利 至于学校的建设开销 则是交给拉大行政 目前的拉大行政 他们都有一定的款项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 财政部长给我们的3000万 我们会用在学生福利这一方面 就是说最少3000万 所以我们所讲的学生福利 就是很像scholarship 就是讲邪金 或者是助邪金 所以这一方面的需求 我们会满足校方县 叶国皇表示 虽然校友总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一定会做好拨款机制 汇集学生 不过基于他和曾华健 都是马华的永久党员 让人质疑无法实现政教分离 叶国皇坦言 这难免会引起争议 但是他们只是普通党员 并不活跃于政治 加上一心为母校服务 因此不会有任何问题 希望各界给他们机会 以六个月为期限 让校友总会处理拨款事宜 如果表现不好 他愿意退位让嫌 你给我们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个信作基金搞好 如果我们搞不好 到时候批评我们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 这个拉大校友总会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找 我们都是一群 很乐意为母校服务的 那如果搞不好的话 会选择退位让嫌吗 把那个领导权交出来给别人 部门可以接受吗 你们可以接受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 没问题啊 虽然马华不断质疑 也不认同透过校友总会拨款 但是林冠英强调 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 马华一天不愿意交出拉曼的管理权 政府就会继续以现在的方式拨款 但是如果马华想要商谈 他愿意考虑 马华应该知道他要怎么做 但是有可能是为了他们的政党的利益 他们还是不准备接受 那你愿意跟他们谈吗 部长 最终是由历史判断 我看历史会判断谁对谁错 因为最终真话假不了 假话真不了 那你愿意跟他们谈吗 部长 对跟对错 无论是您采取主动 或是马华采取主动 你们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吗 当然如果是他们有任何要求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 可是你们是不会主动找他们谈 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是我们的条件 所以就是看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说他们不愿意 如果他们要来谈 我们可以考虑 他强调 财政部会确保校友总会 妥善处理拨款事宜 否则财政部不会坐视不管 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去进行这个工作 当然如果做不好 财政部一定会采取行动 部长 你什么行动你会采取 在法律上的行动 确实会采取行动 如果是做不好 也不是起诉这样简单的 这个是跟 要在事后再透露 触犯的法律这些 就是很严格的行动 林冠英有信心 拉大校友总会能够管理好政府拨款 确保学子受贿 不会落入不正当管道 他承诺 只要西蒙在位 拉曼每年都会获得至少3000万令吉拨款